來我這個在最後關掉之前 我教大家怎麼做這個圖 好其實不難喔其實不難 好我們先打開地圖編輯器 好地圖編輯器教學 我開錯了我開到美孚了 等一下 怎麼會開到美孚了 好 所以你要自己做這個圖也可以 但是因為目前我已經都把44 3344都已經有了所以 基本上除非你是想要玩那種 就是你知道2打2或者是1打1 想要用這種一開始的那個系統的話 你才會需要做這樣 那總之呢今天的 今天的這個整個 主題趴就到這邊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趕快教一下大家怎麼弄很簡單 那教完之後就 就要來就要來休息了 我手邊還有事要忙喔 來地圖編輯器打開 來地圖編輯器打開 好打開之後大家會看到這樣 我先把我先遊戲先關掉囉 好 還是很感謝所有的觀眾啊 有來挑戰的 那雖然很可惜不是全部人都有辦法 因為實在是太多組了 好你先開啟地圖 好我現在教學開始囉 左上角開啟地圖 然後你到BattleNet BattleNet 登入 你要先登入自己的 的這個賬號 所以像我是BetaRush 好登入 好登入 登入之後 你要記得是第二個按鈕 登入之後呢你就可以在這邊呢 搜尋地圖 譬如說我現在這裡是 呃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選 所有文件然後這裡選Bleezer 然後 你這裡如果什麼都不打的話 它就會列出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暴風雪製作的地圖 好那有很多 呃所有的地圖都有這樣 好 稍等一下 卡卡 好那我來我來我來示範一下 譬如說我想要改 我想要改 好就TEMPO就好了 啊我按錯了 好我開到船廠了 沒關係船廠也OK 好假設我現在打開的是船廠 等一下我剛剛是不是開 呃為什麼會這麼誤 等一下我一定開到什麼了 椅子 不對 那就好我應該是按到什麼東西了 重 domain的 好 我到底按到什麼呢 好 這不是重點 反正你地圖打開之後 它應該不會像這樣啦 應該是我按到 不知道按到什麼東西 可惡 有了有了 我按到了 我找到了 好 像我現在傳場打開了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看到傳場整張地圖 那你可以用滑鼠中鍵 左鍵 右鍵來移動它 或者是做修改 可是 我現在要做的不是 我不希望修改這張圖 我希望呢 在這張圖上面 把它變成單一的單位對決 所以我要怎麼做 地圖打開之後 地圖打開之後呢 你直接按檔案 然後按相依性 好 相依性它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然後你按新增其他 第二個選項 新增其他 點下去之後 呃 再按BattleNet 好 BattleNet 然後 你要在這邊找 地圖模組名稱 有沒有 地圖模組名稱 然後你在旁邊打BetaRush BetaRush 恩 還是Beta 喔 有啦 Beta 是BetaBeta 找Beta 然後你就會搜尋到這個 BetaSteamMonoBattles Mode 這個 那這個圖其實本來不是我的 然後原本的作者是叫做 Cohors還是 我忘記 有點忘記它 對 反正 原本的作者 就這個地圖不是我做 但是是我有把它翻譯過來 變成中文喔 所以 呃 大家看到 剛剛看到的這個名稱都是 就是 遊戲呢 都是中文版 好 你就 你就選了這個之後按確定 然後它就會多一個選項 在第三個 然後你就按確定 然後它就會開始套入 好 套入好 套入好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然後在你上傳地圖之前呢 你會先需要到地圖 然後地圖資訊 好 地圖資訊呢 你要在這邊 安提卡傳廠這裡 修改一下 因為原本就已經叫 安提卡傳廠 你不能重複 那我給它改一下 譬如說叫BetaRush 然後這個是 2對2 然後我原本是給它叫 單一 單位 對決 哦 應該是這個放在後面 安提卡傳廠 好 原本我是這樣子取名字啦 好 這個我就隨便打 那這個 這個我就先 我就不打了 呃 就像 別的一樣 然後 這些東西打完之後 主要是第一個要改啦 改完之後呢 你要複製字 所有的語言環境 因為現在我們在編輯的是 繁體中文也就是 如果你心海開繁體的話 人家搜尋就會搜尋到這個名稱 可是如果你是開英文版的 或者是你從 你是你知道用英文版的話 它就會有別的名稱 所以我要把這個複製 好 反正你就是打完之後 按複製就對了 按確定 好 確定好了之後呢 下一步就是 你要存檔 另存新檔 好 我就另存新檔 我這個就叫 你一定要存好檔才可以 然後我這個叫做 安提卡 安提嘎 Ship Yard 我隨便取啊 你可以隨便取 好 存檔 好 存好檔之後呢 就要來發布了 檔案 發布 好 發布的話呢 你就會看到 它左邊會寫說 左邊只要這裡有問題 它就會寫 那我現在唯一的問題 就是我要解鎖 還是要封鎖 解除鎖 解除鎖 還是要鎖 那我是用鎖 這樣子別人 就不會隨便來開我張圖 那其實是 我覺得沒差啦 然後按開放 你要按開放 你別人才可以搜尋的到 你按私人就沒有 那主要喔 主要版本 之後你更新 你可以用次要版本 它就是0.1 0.1的更新 好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我就按確定 確定 好 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上傳 好 你會聽到一個上傳完成的聲音 完成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遊戲來 來玩了 好我就把這個關掉了 好我就把這個關掉了 或是你打你自己的地圖名稱 有了嗎 這裡就有安提卡2v2 好 我就點兩下 好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我就 我就隨便示範一下 譬如說 好我選個 我選個神主好了 好 好這樣子你就已經進來 然後 而且是安提卡傳場 而且是有這個系統 那 譬如說我要選 執政官 我就選執政官 好這樣子的話 我右上角就會顯示 我是執政官 那電腦是無限制 就是電腦它什麼都可以蓋 好總之這樣就已經好了 那這樣的話 我之後再來蓋東西 就都OK 就不會有那個問題 好 就不會說 其他單位可以蓋 它就只能蓋執政官 那總之是這樣子製作啦 那希望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好那總之呢就到這樣囉 那 最後呢 也是要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呢 就 就 下一次不知道什麼時候 主題part才會見